新加坡,马来西亚,泰国,并称为新马泰,曾经是很多人出国旅游的套餐选择。 这些城市靠近世道,常年气候温暖。 很多家庭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过春节,这些地方不仅有舒适的环境气候, 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独特,而富有魅力的人文景观和美食。 这些都是国内没有的旅行,就是走出去,看看别人生活过的地方,看看生命的另一种可能。 马来西亚是亚洲四小虎之一,旅游也每年都会给马来西亚带来一大笔财政收入,受印度文化的影响。 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印记,这个国家在九十年代经济得到快速发展,经济发展方向多元,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磁碟生产地。 汽车生产,钢铁,橡胶工业,都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经济来源。 马来西亚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,就有中国商人在此经商。 后来因为一些历史原因,有很多华人选择去马来西亚谋生。 今天的马来西亚居民中,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华人。 华语使用的也很广泛。 这也是很多人乐意去马来西亚旅游的原因之一。 文化上的相似性,让很多人不会觉得很陌生。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城市叫槟城。 这个城市就居住住很多华人。 槟城位于著名的马六甲海峡。 是马来西亚第三大的城市。 这个城市就像其他城市一样。 有阳光有沙滩。 还有大片的森林。 鲜花四季盛开。 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。 如名字一样。 槟城因为槟榔树秘籍而得名。 槟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。 也是一个文化秘籍的城市。 在槟城,你可以看到各种文化融合发展而生的建筑物。 槟城的建筑受到英国的影响。 有浓浓的欧洲风格。 但是在一些古建筑的风格上, 又受到邻国的影响。 比如这里有中国式的、缅甸式的、印度式的各种佛家寺院。 槟城升旗山,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。 很多游客都会选择乘坐缆车,或是徒步而上俯瞰城市的景色。 如果对植物好奇,可以去槟城植物园逛逛。 这里有很多热带植物。 30公顷的占地面积,让人感觉就像进入了一片森林。 植物园既有一些英式建筑。 也有槟城当地特色风情。 槟城被称为印度洋绿宝石。 林海城是海鲜,都可以让你肆无忌惮地吃到饱。 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。 槟城和新加坡,香港一样。 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。 中国人来这里不会感到特别陌生。 特别有亲切感。 但也会有很多新鲜感。 槟城还是购物者的天堂。 是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。 Jayrezy,来自带美食小吃。 把短内团张放的地方。 然后,来自带美食小吃。 北行,来自带美食小吃。 那么,使用番势好。 那么,我让你正在这里。 recognition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